除了B&W之外呢 我想近期呢 大家會覺得品牌魅力啦 還有甚至於聲量啦 相當高的就是特斯拉 而最近特斯拉又讓很多的車迷呢 非常的興奮 因為呢 他們又有新的配備 但是這個新的配備 放在車上的話 請問消費者真的會有感嗎 這個很好玩喔 特斯拉我們都講 它是一個非常會行銷的品牌 而且是 你說有魅力好了 其實像他們的老闆Elon Musk 最近也非常有魅力 魅力好到連他好朋友的老婆 都感受到他的魅力 是嗎 是 所以呢 其實看老闆 你大概可以知道 這間企業的文化在哪裡 說真的 特斯拉在這個部分很強 有人說他是華仲取寵 其實你也可以說 他是緊抓話題主導權 他很會創造行銷的話題出來 像什麼呢 就是關於問到的 他現在居然在全車系上面 要放上卡拉OK系統 我們以前都記得 既然車有些很可愛的問獎 他會在後座讓乘客唱歌 度過這個無聊的乘車時光 對他也有喔 是啊 但是現在特斯拉 他當作全場的標準配備 已經實驗過囉 今年年初 他在中國市場呢 就上市了這套系統 再外加一個硬體 叫做Tesla Mic 就是特斯拉的麥克風 這個硬體呢 兩支麥克風給你 再加上接收器 這些東西以後呢 賣你1199塊人民幣 和台幣大概5300多塊 便宜啊 其實很便宜啊 所以當然就搶購一空 馬上就沒了 所以他一嘗到這個甜頭以後 他就知道 哇 其實不是只有中國人愛唱歌 台灣人也愛唱歌 全世界都愛唱歌啊 所以他就變成是 全世界的標配了 這個是規劃啦 還沒有完全落實 但是已經規劃好 而且這東西一點都不困難 然後未來呢 一樣 大家只要買了那兩支Tesla Mic 你就可以在車上唱歌了 然後這個是這個的整個新聞 但是重點來了 我們車上到底需不需要唱歌 或應不應該唱歌這件事情 其實才是我們要討論的重點 因為行車終究最重要 在安全的部分 是 我如果現在完全都純粹 自駕成熟化了 自動駕駛 自動輔助 駕駛輔助 都已經完全的不會有任何意外發生的時候 你在車上要幹嘛 當然都可以 睡覺都可以 但是你現在像增加 像麥克風 卡拉OK 這類的東西 很有趣沒錯 但是多多少少一定會影響到車上的氣氛 或者駕駛人的情緒 甚至是專注力 對啊 那你現在又 支持現在 常常我們都聽到自動駕駛 或者半自動駕駛 Level 2 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些越多分心的設備 就有可能讓你在車上 越容易注意力不集中 這對行車安全不能說有很明顯 很致命的影響 但多多少少會有關聯性 這姐的車上一定沒有裝音響 我幾乎沒有在開 我也是幾乎沒在開音響 所以基本上應該就是 它有一個這樣的配備 就是它有卡拉OK可以 可是只有在停車 比如你在充電的時候可以開 對 像他們電動玩具那樣 是不是 然後你在行駛的過程當中 那不合理啊 也沒有人說規定駕駛 不能邊開車邊唱歌 你聽著收音機看 但就有安全的疑慮 但是它有麥克風 要拿在手上不行 危險 它沒有用藍牙的麥克風 對啦 人麥好了 如果以安全的考量來說的話 的確是可以有一個商討的空間 可是大家剛才看到了 比如說像我們看到 這個JD Power公布的 新稱魅力的調查 你會發現有一些品牌 你就很好奇說 為什麼它是充滿了魅力 在台灣可能沒有 但是接下來 其實台灣有一些品牌 也回歸台灣囉 就像最近呢 大家討論度非常高的 來自英國的MG 沒錯 MG為什麼這麼吸引人 首先這個品牌 來自於英國 它也是有百年 歷史文化的一個品牌 那MG有在台灣銷售過嗎 有 不然羅哥 婚紗罩 都是跟當年的這個 MGF的小跑車 來去做拍攝 那當年MG銷售的小跑車 其實在台灣 其實是這個 算是蠻風靡的 不管是這個年輕的辣妹 還是香港來的設計師 我認識好多朋友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這種角色 他們都開的是MGF 中置引擎 雙座敞篷的手牌小跑車 有多吸引人 因為英國本來 我們去英國你就知道 英國是一個非常重視賽車的國度 所以MG這個品牌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親民跑車性格的一個氛圍 那其實在MGF之前 在早起點 台灣也有為數不少的這種 所謂的更古老的MG的跑車 是早年美軍駐台的時候 美軍帶進來台灣 而留下來在台灣 在台灣使用的一個車型 那當現在MG重新回到台灣 你會發覺它推出的是什麼 是什麼 休旅車 就是百萬級距這個休旅車嗎 對 最熱鬧的這個級距 它跟跑車有什麼關係 對 這是讓人覺得蠻疑惑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DNA的傳承 事實上我們現在還沒開到這個車 我們不曉得它對於運動化 跟小跑車這件事情 能夠劃上多少等號 但是至少 從它的動力規格配備上面 你會發覺它是性能強悍 因為這個EV不曉得會不會來 不知道 但是從前一陣子的記者會 我們知道 它首款發表的HS這個急距新車 有兩種動力來源 第一個是汽油 純汽油 第二個是Plug-in Hybrid PHEV車型 都是1.5T的汽油渦輪增壓 那當然汽油渦輪增壓 再加上電動馬達就變成PHAVE 你知道嗎 冠宜 1.5T穗金優勢 是 對不對 你看庫達也有1.5的 這台車1.5T的 有180匹的馬力 比CRV小一點點 可是如果是1.5T加上插電的 你知道它有多少匹馬力嗎 不知道 有200匹馬力嗎 291匹馬力耶 那算是在這個級距裡面最猛了 沒有人比它再更強了 對 所以當然這個在動力上來說 感覺有那麼一點賽車的一個 DNA的基因傳承 不過我覺得英國車還是在於 我覺得是它的設計感 它的質感氛圍的呈現 內裝的鋪陳 我覺得這一點是對於 小眾品牌的車輛的購買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重點它還國產 沒錯 事實上它打入了這個 百萬中型SUV 這個最混亂的一個這個急劇 你說它要搶到RAV4市場嗎 你要說要搶到CRV市場嗎 你說它要搶到KUGA市場嗎 我應該這麼分析 買RAV4的人 應該不會買這一個 因為RAV4就是 我就是要一個平平安安 規規矩矩 買CRV的人 那CRV空間比這個大 動力也比這個強 價格又差距不大狀況之下 那買KUGA的人會不會買這個 KUGA那個剛性可能又不太一樣 設計小度又不太一樣 所以 那它的優勢是什麼 它的優勢是什麼 CP值非常的高 我覺得它是在這個 百萬中型SUV裡面 價格的這個破壞者 所以就是插電式油電的話 以它來說的話 目前官方公布的售價 1.5T會在百萬內 汽油 純汽油的 1.5T的PHAV車型會在120萬內 目前台灣你沒有看到一個 這樣急劇有PHAV車型 沒有看到國產有PHAV車型 沒有看到最便宜的PHAV車型 是120萬內 然後一樣 像以頂規的車型來說 全景天窗Level 2的半自動 半自動股部駕駛 Airport Carpet Android Auto 然後PHAV每公升汽油 可以跑七十幾公里 七十 對 270匹的最大動力 然後還有BOSS音響 配好滿喔 厲害了吧 然後我剛剛聽羅哥講說 它裡面車內的細節 做得很好 是 細節的鋪陳 我覺得這個才是 英國設計的一個強項 那當然也有很多網友在認為說 這個車子現在已經是 它的母公司 或者它的投資者是中國大陸 它到底還算不算是英國車 我覺得這個問題好像 應該沒有什麼必要拿來討論吧 對不對 它還是就是英國品牌啊 對 像我最近買了一台車 我如果說照這個網友 這個邏輯來討論的話 我才發現我最近買了一台印度車 然後前一陣子 我太太帶小孩的是德國車 但是怎麼是迷你呢 也很怪啊 對不對 因為有人說這個品牌 從頭到尾呢 它中間間斷了非常久 只有買了品牌之後 這些設計啊 這些打造啊 都不是原本品牌的設計團隊 都不是原本品牌的設計的 一個這個方向跟走向 我就想 我小的時候開那個老迷你 現在買這個新迷你 跟那個老迷你完全沒有關係 設計團隊通通都是B&W的人 那最近很多KIA的這個 或是現代的車型 它的設計都是來自奧迪 來自保持捷 或是B&W 那我們可以說我們開一部KIA 叫做開B&W嗎 好像也不可以嘛 所以有的時候這個在於品牌 價值的一些探討上面 我覺得還是以它出生的血緣 出生的DNA 我覺得還是不是存在這一點 來去判斷就可以了啦 那至於這樣子的產品呢 留待市場去考驗 因為真的CP值太高了 那消費者買不買單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最後未來它的保固 保養 後勤維修能不能夠滿足 對 這個是比較最大的一個問題的考量 但它有個優勢就是它是客車的認證 它不是客貨的 沒錯 其他的車都是客貨車認證 如果你看到 Raw 4也是客車認證 其他像CRV就是客貨車認證 那這個冠儀你講這一句話就有趣喔 不是說它做客車認證比較強 是因為它行李箱空間 它也沒辦法做客貨車認證 因為沒有達到一粒八 是喔 是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它的行李箱空間就是 車內空間我覺得是足夠使用 但是行李箱空間 雖然有雙層等等 但是它就沒有那麼大 了解了 原來是這樣 就是它想做客貨它也沒辦法 所以這個就是一體兩面 一刀切下去 你會發覺兩個不同的論述了 了解 好 謝謝艾大 我們了解完了這個新的品牌 AMG 帶來首款的HS 一些產品的細節之後 大家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當然除了來自於英國的AMG之外 我們也知道還有另外一個品牌喔 其實台灣消費者 尤其是資深車迷來說 好像對它很熟悉 OPPO 是不是要來囉 是 OPPO要回來了 記不記得以前曾經OPPO的 Corsa Extra Zafira 甚至於 然後還有Omega 其實在台灣是賣得還不錯的喔 而且你現在在馬路上 其實偶爾還是看得到喔 尤其Axtra後來還是國產的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OPPO 雖然離開了那麼久 那這次它已經加入一個 大家可能還不太熟悉的集團 叫Stelantis 它是好多個集團合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個集團叫Stelantis 對 Stelantis 那其實現在在台灣像保家聯合 是不是代理了標誌雪鐵龍等等 那個現在也是在Stelantis裡面 是 對 所以它們是同個集團的 但是OPPO跟JIP 現在是由歐級汽車拿到代理權 對 所以它名字叫做歐級汽車 就是OPPO跟JIP 這有確認了嗎 對 這確認了 這個集團它裡面這麼多的品牌 他們拿了這兩個品牌 就這意思 那OPPO的部分呢 今年下半年 希望最快9月 因為他們在等它的車子 現在正在船上漂流 在海上 如果早點到 他們就會早點辦一個發表會 目前確認會進的車款 有兩台 都是休旅車 比較小台 這台算CUV 叫做MOCA 這個你看MOKKK 念起來也很像咖啡的名字 有 MOCA咖啡 的確 沒錯 就這意思 是嗎 它就是MOCA咖啡 就這意思 雖然有的人是寫MOCCA 有沒有 但是發音都是一樣的 就這意思 所以以後它就會以這一台 CUV 那基本上這跟以前 他們那時候加入PSA的時候 所以其實你看集團合併來合併去 現在整合成一個大集團 它之前是 OPPO是先加入過PSA 所以這個它應該是跟2008 是有點關係的 跟2008 這樣就瞭解它的車格 對對對 然後這個Granland 是比較稍微大一點點的 比較接近中型SUV的尺寸 5008嗎 不對 如果這樣做 這台的時候 基礎上還是跟GM合作的時候 太棒了 所以這個車型是 不是最新的 不過也沒有幾年 也還算是在新車裡面 但就來不及使用到PSA的共享底牌 不過這個車子 當然以後他們還會陸續再進很多 可能我們以前也很熟悉的 OPPO的那幾個車子的後繼車 好 那至於JIP這個品牌呢 他們會明年才開始推展這個品牌 第一波還是以OPPO為主 因為我有去跟他們聊過天啊 稍微再瞭解一下 為什麼是歐級汽車代理的 那在爭取這個品牌的時候 其實有哪些集團有去Touch過 這個我們就先不要講啊 有空我們再聊這個話題 因為那個故事還蠻長的 那JIP的話呢 其實我們看到最新世代的JIP的產品線 越來越強 你不要小看美國車 美國車經過了這樣一陣大亂鬥之後 現在終於他們知道美國車這個質感很重要 要跟歐洲車競爭 什麼東西都要進步 其實美國也是厲害的 以前他們是很粗膨的 就是車子嘛 交通工具嘛 哎呀 不稀罕 耐用就好了 對 結果沒想到被小日本 被日系車打著這個七零八落 然後歐系車 豪華品牌凱迪拉克 都被賓士給打光了 所以基礎上 這個他們現在也越來越做越好 你會去看這些車子 在粗況中 其實它有很多的東西越來越精緻 越來越細膩 所以我們也非常期待 GIF可以進來 因為其實大家現在很喜歡修綠車 更喜歡這種像有沒有 你如果有蘭哥進來的時候 你看看會不會有多少 所以現在因為外衛商 其實賣得很好 對 而且一台都要賣個兩三百萬 對 對不對 如果這個車子進來的話 我會動搖一下 我搞不好不用去買Defender 如果他進來 挪哥你還沒交車的話 你真的就要變心了 我快了 我快了 開大已經交車了 我的眼馬上就 那應該很快了 對 好 所以我們也非常期待 GIF這個品牌 那這個品牌 我覺得今年度的 可能還沒有車子進來 會先做一個發表 明年就會比較熱鬧 是可以見過の一段時間 fire 水 有 水 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